2月刚刚接任国会上议院主席的 拿督姆当达家 星期一身体不适后 提前结束了在国外的工作访问 但在留院治疗4天后 今天与世长辞 享年69岁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通过社媒发文 对这名领袖的死讯表达晚期 并向家属表示慰问 同时安华也表示 作为第一位担任我国上议院主席的 沙拉越原住民姆当达家的贡献 肯定会被国人铭记于心 星期一因为身体不适 提前结束阿塞拜疆工作访问的 国会上议院主席拿督姆当达家 今早11点46分 在国家心脏中心与世长辞 享年69岁 根据原定行程 他在4月29号率团到阿塞拜疆 参加在八库举行的第六届 世界跨文化对话全球论坛 由于身体不适 星期一回国后送院就医 对于姆当达家的噩耗 上议院办公室也对外正式消息 表明葬礼和追悼仪式详情 将在稍后宣布 文告还提及 姆当达家的家属 也感激所有哀悼和线上敬意的人士 同时希望外界给予他们一些空间 面对这个艰难时刻 姆当达家是在2月19号 受委为第20任上议院主席 他当时是接替出任沙拉越元首的 敦望朱乃迪 身为乌鲁裔的姆当达家 也是我国史上第一位沙拉越元住民 担任上议院主席 他拥有法律教育和实践背景 并曾在1982年到1990年 担任沙拉越五级马市区国会议员 他在逝世后留下遗孀和三名子女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